大家好,现在是2023年4月20日,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昨天,在华为2023全球分析师大会上,华为轮值董事长孟晚舟的讲话,直接导致今天A股里面 TMT族群是集体喷出,从上午的情况看,今天TMT族群的量能,战户升两市的比例肯定会回到40%以上 但你要说TMT族群就此会重新开始整体走升,那我觉得也不一定 因为从时间上来说,之前TMT族群的调整并不充分 所以TMT族群这边我会建议做短打操作的,可以把涨幅相对最大的传媒和计算机设备做一些获利了结 另外,如果你想追近,则可以考虑把方向放在整体涨幅最小的电子元件方面 至于TMT族群今天上午的喷出,到底是一个加速赶顶,还是重新再起一波 这个我们晚上复盘时,再来详细说说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今天晚上再见,谢谢